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精神问题却遭到驳回 法官在深夜被电话吵醒 原来辩方找到了先误证 一本日记指控检方蓄意隐藏证据 死刑犯麦侃将在被出局的前一天 这个深夜坐求车来法院出席午夜听证会 这时画面一转 暴风雨夜 某汽车旅馆中的小老板正在投卧的观看电视 一位眼镜叔抱着受伤的妻子冲入店中 称刚刚发生了车祸 事情是这样的 眼镜叔妻子与儿子一家三口行驶的路上 这时车子突然爆胎 他念着驾校就在口诀慢慢操作 将车子安全停的路边 原来是一只高跟鞋扎了车胎 而这只高跟鞋是妓女小丝的 他开着敞盒车享受客烟 去摸打火接舌一物被风吹走 其中就有这只高跟鞋 眼镜叔换车胎时 妻子在车前与儿子隔着玻璃贴手上 却被一辆急使的车子突然撞飞 车祸就是这么发生的 让我们回到几分钟前 艾德驾车载着他的女明星老板行驶的路上 女明星要他帮忙拿包包里的手机电池 谁知一分心撞上了眼镜叔的妻子 女明星要艾德快走 但艾德没听他的 下车检查女人的伤势 想救救护车 手机却没有信号 一行人驾车来到汽车旅馆 才有了刚刚眼镜叔冲入那一幕 但旅馆的电话也不好使 老板对艾德说 东边三十里有家医院 于是艾德将女明星强行安抵在旅馆 自己驾车赶往医院 在途中遇到了车子抛锚 要求搭车的妻女小四 但艾德在他没开多久 便发现东边被水泡了 过不去 这时迎面又开了一辆车子 里边是小鹿与妻子基尼 二人对艾德说 那边也泡了水过不去 四人只得被迫一起折回了旅馆 虽然旅馆老板瞧不起小四的妓女身份 对他不断冷嘲热讽 但每个人都拿到了钥匙 分到了房间 这时又有一辆汽车停在了门前 男人称自己是看守所的罗警官 正在押送一名犯人 车子中途没有了 想要个房间 罗警官车上的无线电也没有讯号 艾德找来针线 帮女伤者防伤了伤口 艾德叔说 自己其实是男孩的继父 他的生父两年前离家出走了 警官押着犯人走进了十号客房 将犯人扣在了洗手间的马桶上 老板一直在收拾的东西 似乎隐藏着许多小秘密 小四打开他的皮包 里边竟装着一大堆钞票 这么多钱是哪来的呢 小夫妻里的丈夫小鹿躺在沙发上 心事从中 犯人正在捣鼓水管 意图逃跑 警官穿上外套 盖住衬衣上的鲜血 出了门 女明星这边举着手机出去找信号 不知不觉间越走越远 突然感觉身后有人 随着一声淒厉的惨叫领了盒饭 艾德听到屋外有声音 从三号房出去 在路上发现了女明星的耳环 他寻着声音走到附近的洗衣房 发现洗衣机里有奇怪的声音 打开洗衣机门后 竟在里边发现了女明星的人头 这次旅馆老板和罗警官也来了 原来艾德以前也是个警察 怪不得这么淡定 他们在洗衣机里 发现了女明星的十号钥匙盘 回屋一看 犯人已经逃走了 凶手是他吗 艾德将女明星被杀 犯人逃跑之势对大家说了 小两口里的妻子 基尼听后吓得要命 吵嚷着要离开 艾德要大家暂时留在房间 自己和罗警官分头行动 出去抓犯人 基尼捕风捉咬 认为老公小鹿出了轨 哭着跑回房间 把自己锁在了厕所里 小鹿称对方误会自己了 在门外疯狂砸门 过了一会儿 敲门声戛然而止 基尼担心出了问题 小心翼翼的打开门 看到一个黑友一闪而过 他吓得大叫着关上门 从厕所窗子逃了出去 众人闻声赶到 开门后发现 小鹿也被人杀死 与此同时 犯人正在疯狂逃跑 他发现一个仓库 钻了进去 却发现窗外居然正对着汽车旅馆 这是鬼打墙了 罗警官与艾德先后赶到 将其制服 绑在了餐库里 艾德安排旅馆老板 留在餐库看住犯人 老板不情愿地答应了 这时被转的女伤者醒了 这次回光返照了吗 犯人发现 老板一直在摆弄冰箱 猜测他冰箱里 定是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 艾德与基尼小斯 讲了自己的往事 他现在出警时 没能救下一个寻死的女孩 深感自责 之后便经常没来由的头疼 失去意识 因而请了长期病假 这时艾德在死者小路的手里 发现了九号钥匙牌 莫非大家会按照 倒数的顺序先后被杀吗 来不及多想 这时他们又发现 犯人也诡异地死在了餐库里 嘴里插着旅馆老板 之前一直拿着的那只球棒 被顺理成章 怀疑成是旅老板杀的 刚刚去了办公室的旅老板 拼命喊冤 这时艾德又发现 老板偷拿了死者女性的钱包 吕老板情急之下挟持了小四 坚称人不是自己杀的 小四将其撞开 顺势拉开冰箱 一具冰尸从冰箱里滚了出来 老板狗急跳枪 跑出去发动车子 眼镜书冲出去救济子 被吕老板当场撞死 又一人领了盒饭 法院中 律师与精神医生主张 麦肯患有多重人格精神疾病 从他的日记上可以看出他的笔记 语调和观点有很大改变 不该被处决 这时麦肯终于现身 被绑着坐在轮椅上赶到了法庭 老板被捆了起来 但他仍然拒绝承认自己杀了人 说自己上个月在赌城输了个金光 开车路过这里时 亲眼见到旅馆老板一头在这冷冻 披着暴毙 定是心脏病发作了 之后他便暂时冒充老板 将真老板放进冷冻室 等待他的家人来找到 罗警官不信 认定真凶就是他 小四和艾德却认为 老板不像是在说谎 罗警官却越来越暴躁 由大家一起留在这里等待天亮 若假老板想跑 或有人想进来就一枪毙了他 几个人冷静下来后没多久 女伤者也安然离世了 在床下发现了六号钥匙牌 随后几个人 又在被壮子眼镜书身上找到了七号钥匙牌 这没道理呀 这几个人方才可是意外身亡的 莫非真遇见鬼了 此地不宜久留 男主要小四和基尼开车带男孩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可基尼带着男孩刚进车里没多久 车子就爆炸了 紧急灭火后 却发现车里没人 就算火化也会留下骨灰呀 回家后几个人惊奇的发现 眼镜书 犯人 小鹿 女明星 以及女伤者的尸体 通通都不见了 这也太诡异了吧 小四也濒临崩溃 直接喊投降 聊天时 几个人发现 他们所有十一个人的生日 居然都是同一天 五月十日 且他们的姓氏都是以州为名 出生地都在内华达州 这种巧合概率 低到只有十兆分之一 艾德也越来越懵了 这时他发现 自己正坐在医生面前 这里是听证会现场 艾德将自己方才的诡异经历对众人说了 医生拿出麦肯的照片给他认 并将麦肯的杀人经历说给艾德听 当一个小孩遭受重大打击 他的心灵会严重受伤 造成人格分裂 这就是麦肯的遭遇 你就是他多重人格中的一个 艾德不信 医生拿出镜子给他看 镜中的人竟然是麦肯 他当场发狂 理解不了为什么会这样 汽车旅馆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医生告诉他 你们都是麦肯小时候分裂的人格 麦肯正在接受药物治疗 他的多重人格被迫互相面对 以此来减少他的人格 你今晚见得的人格里 有四个在四年前杀过人 十九小时候 麦肯将会被处决 除非我能说服法官 凶手已经消失 医生要艾德杀掉凶手 再缓过神来 艾德再次回到了麦肯的精神世界 屋里停电了 小四去罗警官的汽车里帮他取手电 却在车里发现了罗警官 与另外那名犯的犯罪资料 原来他俩其实都是罪犯 二人在押送途中一起杀死警察 小罗冒充了警察的身份 后车厢还有警官的尸体 小罗知道自己已暴露后 先将旅馆老板杀死 随后又去追小四灭口 艾德赶来支援 与小罗互相对射 最终同归欲尽 只有小四活了下来 现实中 律师与医生说服法官 麦肯体内的十个人格已被摧毁 只剩一个无辜人格 最终法院宣判延缓处决 将麦肯转到周立精神疗养院接受治疗 小四唱着歌 回到了他美丽的家乡 他却在门前的树下 刨出了一号钥匙牌 这正是他的房间号 那个男孩突然出现 此时画面开始闪毁 原来之前的六个人格 都是这娃娃杀死的 包括自己母亲的人格 男孩将小四的人格杀死后 回到现实 这个邪恶的人格 又开始对医生和御车司机下手了 这部影片开创了 经纷反转票的新红 之后的很多剧 与电影中都能看到对他的模仿痕迹 片中几个人格的性格 都素得的十分丰满 立体 麦肯分裂出的十一个人格 都能从麦肯的身边找到原型 最典型的就是 片中妓女小四的人格 是以麦肯的妈妈为原型形成的 她妈妈就是妓女 并曾因偷盗罪入狱 而片美最后那个小孩的隐藏人格 就是以麦肯幼年时受到母亲虐待而形成的邪恶人格 并在现实中残忍杀害了六名住户 而艾德是个有担当 敢于在危难中担起责任的正义化身 这个人格也是麦肯最向往的 但最终还是被邪恶打败了 假警官看出去很有派头 但时间一久便露了马脚 关键时刻无脑 沉不住气 见艾德出面控制局面 稳定人心还会嫉妒 明显是个冒牌货 相信很多月片无数的粉丝和我一样 看到一半就猜到了结局 但宇哥虽猜到了精分世界的一重反转 却没猜到邪恶男孩的二重反转 最邪恶的人秀 往往隐藏的最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最后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多帮我点点文章里的广告 谢谢大家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